常诸天人诗 德威三界雄 说法四字后 广诸诸有情 我们不要举 诸诗大德 不要举这个例子 举什么例子 来佛寺 海贤老和尚 这四位大德的例子 他们这四个人 是不是天人诗 是不是三界雄 是不是受法四字后 广诸诸有情 他们真做到了 这个意思就是 无论你在位不在位 在位 是佛 是菩萨 是阿罗汉 不在位 是我们出血 或者是老修行 虽然是老修行 他没有这个地位 没有这个地位 也能做 也能教化一方 海贤老皇上 那个庙里 就两三个人 他在那里 叫化一方 那方云一年被离 乡下人都认识他 他常常救济 遇到这个 有灾难的时候 他种的粮食很多 别人为他吃点 送每一家就不食 他没有卖钱 他不是人 总是劝人念佛 劝人念佛 就是弘法了 就是说法四字后 对人那么好 那么老实 那么真诚 人家感动 听他的教诲 这就是天人思 每一个佛弟子 都要学佛的精神 学佛的酷心 学佛的认真教化 认真教化 身形 研究 神做样子 教人 海贤老和尚 我们看到记载 我是没有跟他见过面 听人说 见任何人生 满面笑容 非常谦虚 非常随伙 人人都喜欢 跟他接近 深陷 把人 一离之心 无界是善 三福六活 做出来给人看 这就是天人思 这真正三界修 三界是欲界 四界 五四界 是指的六道轮回 说法 不说一句话 人家一见到他 马上就想起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妙华 今天我们把老和尚的像 都做一些 到南洋 家家让人家挂起来 看到的时候 他就想到阿弥陀佛 我们同学 现在都知道了 我讲经的时候 常常提到老人家 都知道 看到像 哪一个不念佛呢 那就在说法四字后 就在广度诸有情 我们看念老的诸情 常做天人思 天人思 是佛的设好者 前面有之前面讲过 思 是老思 啊 中国古人 重视 思导 也可以说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我们常识 两个字 第一个孝 第二个敬 啊 孝 以父母 这代表 敬呢 以老师 为代表 孝亲 尊实 啊 父母 教儿女 要尊重 老师 啊 对老师 不可以不尊敬 老师 教导 学生 不可以 不孝顺父母 人是这么教好的 爸 是要 一子 而教啊 做父母的人 不能说 我是你的爸爸妈妈 你是我的儿子 你要孝顺我 说不出口啊 不好意思说啊 要老师说 老师也不能说 我是你的老师 你一定要尊敬我 受不出口 父母就 这样 描起来 啊 这个是 教育的大根 大本 啊 敬业三福 把这种事情 列在 头年去 啊 啊 三福 第一福 第一句 孝阳父母 第二句 奉尸四堂 你看 啊 学佛就跟在那里 就这两句 啊 佛陀 是大笑话 是把 孝尽 两个字 做到 究竟圆满 是佛 菩萨还轻一点的 啊 成佛才是 圆满的小姐 啊 所以 小根结 这是根本 啊 是应许 四农工商 过行 过一 在国家 对于国君 现在讲领导 国家领导人 要敬重 忠是什么 忠于旧事效 啊 换一个词 精神 完全相同 啊 把 在家 孝顺父母 那种心 孝顺 领导 称之为重啊 那么作为臣子 臣子要尽重 啊 领导的是 要仁慈 领导是父母啊 要爱护 人民 啊 人民一定要忠于领导 啊 这中国传统 我 对这些细节 讲得非常清楚 讲得非常多 啊 三礼 周礼 一礼 礼姬 专讲 这种事情 啊 中国列歌 五千年 不衰 今天还 欣欣向荣 可是 完全靠 老祖宗的 教育 啊 这个教育 是老祖宗跟老师 集合 达到 九千元 父母跟老师不集合 教育就失败了 啊 都是做榜样 给小孩看 神教 啊 你看老师 对佛父母的尊敬 父母 对老师的尊敬 小孩看到了 就学会了 教育一定是神教 摆在前面 没有神教 光有眼教 小孩不听 是你欺骗的 阿 阿 你 陀佛 佛 阿 你 陀佛 好